你们这是不是有教员的 把他给我叫出来 你好 您是找我吗 你凭这么欺负我们送外卖的 我不就超时几分钟吗 您就给我差点 我 你还用外卖咋我 大家平顺 我们送外卖的平时 我没有 小贵你都超时一小时了 怎么还没送到 快了快了 你到了下等着吧 我们就骑着车 让我让我 你快点上路来 快点上路来 我昨晚加班到十二点 实在是饿了 点了份外卖 但你等着超时了两个小时 您白领的那天做办公室 有什么累的 还能有我辛苦吗 我为了改方案 加班到深夜 生病了都不敢请假 谁不辛苦啊 这人也太自私了吧 人家给你说外卖 他问你这种不要的 真可怜 是啊就是吗 可怜 就因为他是外卖人 被谅解就是理所应当 而我就要忍受这一切 不就是一份外卖吗 我这得还剩一点 跟他合适吧 哼 吵 吵什么吵 老板 你看圆圆多过分 他还把外卖人员在身上 对 就是他欺负 老板 这种人数字太差了 你这种人 不会留在我们公司 老板 姐 师母 大家我们公司得到投资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这个月的公司 我让财务再给你多搭五百块钱 你拿着 我们就当两亲了 你当我是什么人 我也是公司的合伙人 快喝奶茶 面试的怎么样 你呢 我被录取了 面试的有好几百人 本来想着大公司 别去大公司 大公司都是骗子 你给他们干一辈子 都是出苦力的 至于吧 要不咱们自己搞个项目吧 你想 你有这么多的项目经验 咱可以自己做项目呀 那多赚钱 那需要启动资金的 我真是刘亚 我有钱 你有能力 这公司不就成了吗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 哎 走吧 我们先去吃饭了 好 几年了 我每天来都最早 走得最晚 每天加班到深夜 你现在就拿我当你的垫脚石 垫脚石 你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 公司我少给你了吗 其他人拿多少钱 你拿多少钱 你还不知我吗 当初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开公司本来就是我的主意 让你来是看得起你 这五万块钱 拿着赶紧走人 这些年我的付出 这五万块钱就 滚 把这人都放出去 走 你 走 赶紧走 滚 滚 你不是很能干吗 哎呦喂 你不是公司合伙人吗 赶快拿着东西滚吧 这么多年了一点涨劲都没有 整天不干正事就会八卦别人 新来一个同事就会排挤无限 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是每一个职业最起码的职业操守 你有什么资格说吗 别拿别人的善良当作你不寸进尺的本钱 你走 这里不换一个人 怎么 这次你又想赶我走 这是我的公司啊 你走 小妹 这家公司我已经收够了 今天来 就是来到你做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等你了